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Python3 今天的主题呢 大家请看 Lambda是匿名函数的使用方法 以前我做过一套JavaScript的视频的教学 那里面曾经给您讲到过匿名函数 在咱们Python中就是Lambda是 咱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好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 Lambda是的基本使用方法该怎么用 咱们首先先看第一个使用方法 定义匿名函数 咱们看一下 我这有个Python代码 前两行咱们定义了一个加法函数 对不对 传起来两个值 然后呢相加返回 对吧 然后呢咱们可以像这种方法 正常调用这个函数 对吧 OK 那么如果把它定义成匿名函数 该怎么做呢 就这地方 大家请看 一个Lambda是 然后后面呢 跟上是这个匿名函数的参数 然后冒号 冒号前是参数 冒号后呢 是函数体 也就是说 咱们这两行代码被缩减为了 这么几个字母字段字节 就搞定了 先少去试试啊 看它是不是达到咱们想要的效果 马上开始啊 我去见个文件 好 拷贝上 咱们刚刚的代码 先拷贝 咱们普通的函数的定义方式 以及使用方式 咱们先运行一下 看看普通的函数的使用方式哦 没有问题 三十十一 两个相加嘛 对吧 对啊 我说怎么十一呢 是因为这个B啊 如果我不穿直试 它默认给一嘛 对吧 OK 先少序 马上开始 Lambda是怎么做 把上面这几 把上面这两个屏蔽掉 我现在是在虚拟机中给您讲解啊 好 咱们看一下啊 定义完Lambda是 然后呢 也是参数有两个 同时这个B有个默认参数是1 返回A加B 对吧 然后返回这么一个 相当于是函数指针的对象 或者说实例 然后呢 咱们可以引用这个实例 将进行调用 没问题吧 好 看结果啊 结果肯定是一样的嘛 对不对 OK Lambda是使用成功啊 代码显得更加的简洁 其实是这样 Lambda是略微有一点代码难懂 但是您习惯之后 感觉是很酷的啊 反正我认为习惯Lambda是感觉挺酷啊 好 接下来 使用一幅条件文 该怎么用 大家请看啊 我这有一个值 让它等于什么 等于一个Lambda是 其实是这样 咱们在其他语言中 都有这三项式的概念嘛 就是说 如果前面条件为真 就给上一个值 否则的话 就给另外一个值 那么咱们在Python中 用Lambda是进行实现 咱们看啊 Lambda是 然后呢 参数是一个X 然后冒号后面是函数体 什么内容 如果 大家请看 这写法非常特殊 如果它除以 不是除啊 它是取于二 得零 取于二等于零的话 那么就返回 它是一个偶数 否则返回一个基数 就是咱们平时 其他语言的三项式嘛 一样 马上看结果 我传起来是个8 那给我反回什么 偶数嘛 对吧 我传来个9 返回基数 看是不是 没问题吧 可能大家看不明显 什么even old 什么意思 咱们改一下吧 这个叫做偶 这个叫做 基 好吧 这 这您就能看懂了 是吧 好 试试啊 够 怎么样 一个是偶 一个是基 反正有点别扭 我看着 咱们前面再改一个 8 一字 一字也不像话 一字又是英语 又是 9 一字 好 再试一下 怎么样 8 一字 哦 9 一字 鸡 是吧 是说是世人话 OK 没有问题 接下来 无参数表达式 换句话 就是无参数的匿名 函数 对吧 好 看一下 lambda 大家请看 冒后前没有任何的参数 那么就相同于是 咱们定义函数 没有参数 对吧 然后里面返回一个随机数 这个随机数 可以随时的调用 调用方法也是完全的 简单 好 试试啊 相当于 我这个lambda式 是定义了 这个函数的一个指针 指向这个函数的一个指针 然后咱们这么调用 好 看个结果 go 出来了吧 没问题 返回0到1之间的随机数 OK lambda式非常的简洁 对不对 好 接下来 map 前两年 炒大数据的时候 特别热 map reduce 咱们reduce回来说 咱们先看map怎么用 我把它拷贝过来 map函数 很多朋友 是不是都很少接触 是这样 我给您去说说 什么是map 是这样 我有一个数组 大数据 数据不管有多大 它是一个数组 然后呢 通过调用map的方式 它会循环数组里面的每一个元素 然后呢 我这传给它一个函数的指针 也就是说 它会便利每一个元素 然后呢 把这个元素作为这个函数的参数传进去 能明白了吧 比如说咱们这行代码 就是说 我循环1234 然后呢 分别把1234 作为参数 传给add函数 这add函数 接收到这个1234之后 在这里面 做了一个平方 然后返回值 你就是说 1234 我分别都做了一次平方 然后呢 返回给这个map对象 然后我把这个map对象打出来 那 我就问朋友们了 我就问小朋友们了 打出来值是多少 每个值逗平方 打出来值肯定是 1496 好 试试看 是不是啊 如果对了 说明map盘数 就这么用 go 1496 没问题吧 这个地方 好 说对了 OK 那接下来 用lambda是怎么实现 一行代码 把它搞定 大家请看 刚才这么长 现在 我看代码 咱们别屏蔽了 咱们别删除了 屏蔽起来算了 好 看 我map 我刚才传进来的 不是add了 我传进来是一个匿名函数 这匿名函数 非常的简单 一个参数 后面呢 说要返回 这个参数的平方 这么一点点的代码 就搞定刚才咱们 要写这么多 才搞定的事 对吧 好 看结果 我再加个5啊 已是跟刚才的区别 好 看一下 go 怎么样 出来25啊 正常的使用 没有问题 非常方便 这map盘数 其实用的非常多 在咱们今后的 科学计算里面 朋友们应该掌握 好吧 OK OK 以上呢 就今天给您简单的讲解了一下 lambda是 匿名函数的最基本的使用方法 是这样 这个语法看起来相对有些难懂 如果您没有今天这个课程知识的话 当您读一些个其他朋友的 python代码的话 如果遇到匿名函数 您可能就不能理解 所以今天小马给您上了一课 您就能够理解了 对不对 好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讲解 lambda是的一些个最基本的使用方法 我的课件呢 会放到开心中的服务器 我的视频呢 会创到优酷YouTube 包括B站 供您下载观看 OK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了 咱们在下个视频再见咯 拜拜